又有大陆旅客在飞机上面闹事了 而且最近一连发生了好几件 都在大陆境内的航班上面 有两个乘客分别因为打人 跟拒绝关手机被拘留五天 另外还有一个男乘客 因为要求换座位跟临座吵起来了 还在飞机上面自称皇帝 结果这个皇帝被警察给台下飞机 这名闹事的男子 被四名警察台下飞机带上警车 他在飞机上要和临座换座位被拒绝 发生争执 空服员来劝导叫他先声 他勃然大怒说 不要叫我先声 我是皇帝 有人还以为他要截击 这名男子要求换到头等舱 空服员为了减少对乘客影响 将他调坐头等舱 但他仍然大吵大闹 还与空服员推撞 将一旁的一名女生吓得大哭 陆客在飞机上闹事不止这一桩 一个从三亚到武汉的航班上 也出了事 56岁的武汉女乘客张某 排队等候上厕所时 不小心压到了一名两岁幼儿的脚 孩子的爷爷非常愤怒 起身推扫张某 进而一拳打在了张某的脸上 张某的丈夫和女儿闻讯赶来 多次要与打人者理论 被机组人员和同机旅客及时制止 飞机在武汉落地后 航警将打人的爷爷逮捕 拘留五天 还有另一名女子 在另一架搬机上打电话 拒绝关机 结果也被拘留五天 大陆民众在飞机上 一连串的闹事行为 重创形象更影响飞安 大陆严格执法 重逞这些危急飞安的行为 记者戴律综合报道